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今天的视频继续抓紧时间回答观众的焦点问题 一共涉及到两只个股,都是超级的热门股 第二只更是大跌后值得关注的股票 事先声明,在视频里所展示的个股不作为推荐的依据 仅仅是用来分享我个人的投资经验 不建议盲目采纳应用 股票市场瞬息万变,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复盘一下Big C 股票代码BIGC 尽管财报超预期,但Big C股价下滑 对于持股者来说,感觉有点太坑爹了 简单来看一下 营收为397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1% 超华尔街预测的3630万美元 非GAAP亏损为每股16美分 超过之前的一致认为的29美分 年营收运营率为1.6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38%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很简单,老问题和对手Shopify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规模比Shopify小很多,增速却不及Shopify Shopify的增速可是接近了100% 而且还是在利好电商的疫情期间 所以市场当然不满 没有办法,标杆太高了 而且之前的亚马逊如此出色的业绩 都在财报之后表现不佳 之前股价上涨是对接Facebook 但现在看来,Big C只是成为众多获得 硬斯整合的合作伙伴之一 此外,即使用户购买产品的店铺 没有使用电商平台或网站 现在用户也可以直接在硬斯上购买产品 绕过Big C等第三方 再来对标Shopify Big C新的中小用户体验后 差异不明显 而Shopify平台更大,资源更多 可见,与同行相比 并没有任何重大的竞争优势 Shopify在疫情开始阶段 推出免费活动,打击了其他同行 Big C预计在接下来高度竞争的运营环境中 将继续消耗现金 我个人认为,应该对其持谨慎的态度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家公司运营上的一些变化 公司最近被评为旧金山最佳和最聪明的公司 公司还在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推出了国际营销网站 同时,新增了多个行业的领先品牌 在第三季度,公司增加了多个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以扩大其技术生态系统 在跨渠道方面,公司与多家公司签署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公司还扩大了与PayPal的合作 以进一步支持国际商家 可见,就公司本身而言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现在的沙跌完全是基于估值 而不是基于公司的发展 因为该股目前的交易价格水平已经反映了短期和长期的高增长预期 如果这些高预期没有得到满足 将会给该股带来下行的风险 这里大家看一下视频贴图 都是一些机构的最新意见 展望下一个季度 马上进入一年中零售业最繁忙的时候 如果配合刺激法案 结合公司的技术 合作伙伴关系和资源 公司有望赢了一个成功的假日销售季 股价而言 短期看是审慎的 但中长期看又是比较乐观的 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家9月新上市的公司 JFROG股票代码FROG 先说结论 是一家值得关注的好公司 下面我们具体来一起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软件管理和分发的通用解决方案 JFROG成立于2008年 总部位于以色列 公司是开发运维一体化的行业的全球领导者 通过单一的储存位置 用户可以更快地工作 不用再花力气 通过各种储存器 将代码转化为二进制代码 这个理解或许有些困难 我们这里用大白话解释一下 通过JFROG 可以使客户能够更快地发布软件 管理和进行软件更新 而终端用户不用自己操心去进行软件更新 甚至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软件已经完成了更新 这是一种自动的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基于此 JFROG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通用工件管理平台 目前该公司拥有四大产品 大家看一下视频的贴图 JFROG使客户能够更快 更安全地构建和发布软件 同时使开发人员能够提高效率 该公司称 其管理系统为液体软件 在9月份的首次IPO 发行价为44美元 开盘价为71.27美元 较发行价上涨了62% 募集了5亿美元 JFROG拥有3000多个付费客户 通过订阅制来收取费用 财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公司目前拥有313家 年经常性收入大于10万美元的客户 其中有9家客户的年经常性收入 超过100万美元 基本上 全世界比较有名的大型科技公司 商业公司 金融公司 都是他们的客户 其中知名公司包括奈飞 斯科 谷歌 亚马逊等 最近 JFROG连续第二年被德勤评选为50家增长最快的技术公司之一 还被评为硅谷增长最快的私营企业之一 2017年2月 JFROG宣布进入中国市场 随着业务的拓展 JFROG宣布提供本地技术支持和DevOps咨询服务 目前公司的基本面非常不错 毛利率超过80% 利润也非常丰厚 客户群年性高 这点和昨天视频中说到的Altrix几乎一样 公司在10月4日发布第三季度财报 这是这家软件专家在9月上市后作为上市公司发布的第一份财报 财报的细节大家看一下视频贴图 尽管财报和指导意见均胜出 但其股价持续下滑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原因 因为这家软件制造商的12月季度指引 仅仅略高于预期 增速反而不足以令市场满意 这里大家发现 又是一起增速 或者增速预计变缓了 导致股价下跌的故事 最近几家公司都是这个原因 其中市场的逻辑就是 不仅仅是看你这家公司本身如何 更是要不断地超越自我 通常 这类软件服务公司一旦增长减缓 估值会暴跌 从最高峰跌去50%的公司比比皆是 所以以后 大家盼到此类公司在财报前 这类公司如果是创出新高 则特别需要小心了 另外一个下对原因 是分析师对公司的报道不一 在最近的九位分析师的报道中 JForg并没有赢得一支好评 一些分析师仍然看空该公司的前景 不利的评级可能对财报后的抛售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仔细来看 只有四家投行对该股给予了相当于买入的评级 摩根大通分析师发表说明 基于该公司超配评级 并将一年目标价定为每股90美元 Nidham重申对JForg股票的买入评级 分析师Anders将目标价从89美元上调至91美元 虽然看涨的情绪很多 但该股还获得了五个中性评级 摩根士丹利则明显不以为然 基于该股同等权重评级 华尔街最低目标价为每股67美元 这些报道启动后 股价呈下跌趋势 随后结合大盘在月底的下挫 出现了明显的抛售 不过从市场前景 行业规模来看 现在几乎每个公司都真正需要快速 无问题的进行软件更新 这就是JFORG具有巨大潜力的原因 从行业竞争情况来看 JFORG在所谓的开发运维一体化这个市场中 去年有两家IPO 分别是DT和DDOG JFORG最直接的竞争对象是GitLab Docker和IBM旗下的红帽 我个人没有使用过相关软件 但看了一些论团 反响很不错 尤其很多公司系统微服务化 云化以后 版本 组件 镜像都要通过JFORG进行管理 分发 可见 JFORG竞争能力强 带有一定的行业垄断性质 再来看其他方面 公司的股权架构合理 公司内部和机构持股也合理 公司内部交易 除了在9月份IPO时候比较多 进入10月份的高位时 并没有发生内部人员大量卖出的记录 最后总结一下 这是一家高增长的公司 目前看来其实很不错 平台有丰富的工具 关键还是估值 看你是不是认可这家公司的长期发展逻辑 从财报来看 公司实现盈利指日可待 在所有新上市的SaaS公司中 合理机群 公司还拥有正的自由现金流 和一个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利基市场 在目前股价大跌的时候 个人认为 如果您喜欢 可以多加关注 由于历史数据不多 合理估值只能参照行业情况 理想建仓是50 或者是靠近IPO发行指导价 当然这里只是一家之眼 具体这家公司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希望以上的分析对您有所帮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补充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哦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同时也会帮助更多不认识我的人 找到这部影片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